天字的声音三播出这么久 终于迎来了两个励志舞台 周深在于周延演唱《玫瑰少年》之后 直接泪洒现场 而这首励志歌曲唱的也正是他渺小的自己 曾经因嗓音被歧视 到后来的出名 周深在追梦道路上的苦 远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艰难 不知道大家怎么去理解玫瑰少年 或者是怎么去理解玫瑰 反正我从小到大 别人都跟我说不一样 但是小的时候 你不会觉得这个不一样是好的东西 然后就像我们大家都会去跨 你看玫瑰 但你要注意玫瑰有刺 但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好像也没有人问过玫瑰 它要不要长刺 大家也都知道历史相互的 那如果你被玫瑰扎那一下 那其实玫瑰也有被扎一下 所以我觉得 也有很多很多很多非常 作为神级辅助出名的周深 这次与盖合作的玫瑰少年 非常的激进 盖就像一个反抗不公的斗士 而周深就是那个抚慰心灵 温暖的支撑 歌曲虽然好听 但背后的故事 却非常让人遗憾 歌曲故事 源自因举止女性化 而遭受校园霸凌的台湾男生 蔡依林与阿信 陈依儒 剃刀蒋等人 将这个悲剧故事 写进歌曲 奔上舞台 仅是公众善待身边不一样的人 也希望凭借此歌 能带给这些 为自己该有的权力奋斗的群众 一点希望与力量 可以负责的说在我22年的这个摇滚乐的舞台生涯应该今天是第一次完全把自己降到一个没有任何色彩 然后就是想轻轻松松的唱一首歌 当听到梁龙说摇滚生涯22年 头一次唱这样的歌的时候 我便一脸疑惑 知道听了他唱的是什么 我才知道评论区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被感动到流泪 这也是很多人第一次见到梁龙老师最深情的唱歌 让他收敛起以往的东北味 原来也会简单朴实又感人的唱歌呀 梁龙 胡海泉改编的《无名的人》 在街头采集了很多人声作为情感衬托 也正是这样的声音更加完美地体现出这首歌真正的含义 我们平凡 普通 却都有着不同的梦想 梦想或小或大 但终究都是为了生活 我们俩去到宵夜的摊上 想找一种感觉 然后就问那个老板娘 老板娘说了一句更简单的 身体健康 然后她补了一句说 只有身体健康 一切才有可能 这首《毛不易》去年12月发行的歌 是专门献给所有顶天立地却平凡的普通人 当看到作词人是唐田的时候 歌词更深的含义让我瞬间秒懂 许是只有经历过生死的人才会写出这样的歌词 《头顶苍穹怒含养家的人努力生活》 这首歌词都仿佛有着巨大的力量 视频最后就让我们来听一下《毛不易》的版本 我们下期再见 - 美人啦 我敬你杯酒 敬你的沉默 和美一声怒吼 投影藏雄 努力的生活 无名的人啦 我敬你杯酒 敬你藏雄 努力的生活 不是 飞权就可以50了吗 什么的 只要数年 才能在心中想起 我们就是熟知 我们永远 永远会熟知 你的人哪 出来了